各位啊 对为责嘛 正为雷嘛 得雷水 他责任水会有什么现象 要那一份资料我下个礼拜再给你们 我就是有六十四卦的解说 那我想说不要弄那么复杂 所以就没给你们 你们如果要的话那当然给啦 所以要记得 那个要提醒我就是要画个LINE给我说 礼拜我要上来 他带离物者叫我带那个数字DNA 就是社能证的改运的端节 然后还有这个六十四卦 像这个十八你就去看第十八条 我已经整理好了 这个都很少人有这样整理 因为我是要出书用 所以我会整理很明了这样 那这也表示说学了八仔明镜以后 大概的应用 可以应用在房子的方位的一个摆设 然后还有一个刺杀的方法 然后以后把它延伸到 选手提任的号码 一个证件上面 那你只要这张表 你其实可以整个了解 人跟人 人跟门的一个对应 我想那这一派我们就大概交代完毕 就是说至于要如何食物的应用 我们是会在社会后一两个会交代 只是你了解一下 这一派可以这么玩 到底能玩出什么发样 大概不脱离这样的发样 再生的话就不是 就是要存学术研究 就不是在有故事来看房子 这个都像这个卦都会翻 变成什么什么 但是用在阳仔看起来根本用不到 只是在学术探討 所以那些资料我也有 但是问题是讲那些大家都又睡着了 那就不行讲 那变成只要你们用得到的我才尽量给你们这样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样把这个讲清楚 来这个我们所有的外面正常走盖的房子 是不是有正方形长方形 但是不规则的也有缺角的 好那这里就是讲缺角的地方 学过八卦直到西北方 在后天八卦里面西北代表钱 不管它是突出或是凹陷 代表家中导物要特别注意 因为钱就是代表上半步 所以出现的问题会是在逃度 那以这一件章子来讲 我们以 这样都算了 比如说它这个西北方刚好缺 或者它买到一间房子 刚好这里有一个楼梯 一个电梯间 它是在西北 是不是以中间为太极来讲 它凉出来 它就在西北 这个西北 那个挂位你就像凉八卦 那如果是西北方 就代表老户要注意 那如果是在东北呢 东北叫做梗 梗布 对不对 没有 没有背这八卦的要背起来就是 少男是 是不是这样画 对吧 这是女的 这是男的 阴阳 那再来北方的话呢 北方叫做中男 北方的话叫做坎中男 那坎方属水所以比较会有这种 泌尿系统的毛病 再来东方呢 东方叫正养鱼 正 这样对吗 这个是 老大 老二老三 所以他是算 这样 东方 那再来 南方 梨 梨中西 梨中西 中女 梨就是南方活 就代表学医型 学医型循环分心脏血管 头痛 这些 那再来训呢 训的话就是 掌尼 训下贯 西南老母 坤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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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坤 坤六段 坤坤 坤六段 rodu y頂總许 这里面 中 Amanda 中? 绕 昊 таким 有,"爻尼",没有 这种康 car 这种康 Haram 对 对 第三段 那现在衹再回来 对就是金 也代表西 对 請你廢戶方面要注意 對的是西方 看你房子哪裡西方有問題 那這個我們大概會 在你們講義的最後面有一個 叫做三十六美斧一錢 就是以前的湯西雍正 這個稻瓜還有錢龍嘉慶的 那時候即六朝六個時代的貨幣 叫做土銅錢 可以把它吊在突出的地方或者是空位 譬如說吊在這個牆壁 這個是就吊在這個牆壁 為什麼 因為有缺的代表或有突的代表是不好 不好我們就用三十六美斧一錢 來把它鎮住 有什麼壓力就請那六個皇帝 他們的那個人堂號 然後來壓制 就像說那個三十六美斧一錢 有很好用的地方就是說 它只要經過開關以後 你臥房後面是神明廳 或者是你的神明廳後面是樓梯 或者是你的臥房的上面是神明廳 或者是你的臥房下面是神明廳 這個都是不好的形象 或者是床頭 像我的辦公室後面剛好廁所 那我就在後面貼一塊三十六美斧一錢 因為所有廁所不好的氣都請六個皇帝切接那 那時候說用的很好 那代表說我們房子一間也不少錢 既然出問題我們就盡量想辦法來自殺 來自殺 所以這個就是用特別的好事做的東西 把它掛在這裡 就會排除一些障礙 那想結婚保得力一點不見 不見 不見 這個裡面有沒有發覺說 我們八字裡面是不是分為什麼 藝瑪還有桃花對不對 還有一個叫什麼 木庫 木庫 庫位 這個 這是我的八字軟體排出來的 葵四年以未月分證五日還有辛丑時 這個很像一個人的八字 來我們以地質來講 隱身四害是不是 一馬對不對 神須醜味代表什麼 木庫對不對 財庫嘛 知五毛有數不是桃花 那我們這一堂課講桃花 就是看它的八字裡面有沒有桃花 那這個命盤裡面有沒有桃花 有一個字 那也有一馬 所以一馬太多了 超過兩個或者三個人 那代表要小心 會有一些車禍意外 蹦山 那如果植物毛有多的代表它好 人員很好 那如果程序庫位的代表一個 那就好 兩個還OK 三個人都代表不好 為什麼 酷太多反而留不住錢 所以過多不擠都不行 那尤其人家看到八字說 我怎麼一直賺錢都存不到錢 我們看一下八字他沒酷 沒酷就補酷 補酷是不是程序醜味 那我們再找看程序醜味哪一個字 他們每一個人很恭敬都只有八個字對不對 那他沒有酷 我們補一個塵下去看有沒有傷到他 有沒有傷到 如果補塵有傷到 那我們就補酷 那酷有傷到就補味或者是虛 就是用這樣來增加他的能量 那一樣他沒有 如果他沒有植物毛有的時候 就是代表沒姻緣 那已經四十五歲了 五十歲了都不結婚了 如果想要結婚但是沒有的話 我們就補這個他的年次 申子成年他的桃花是有 那你學過指的多數都知道 指五毛有你看 申子成是不是生從這裡開始 那他的桃花味就是 生的下一個叫做什麼 有嘛 所以你看他都是下一個 申子成年就是他的下一位就是有 那銀五虛的呢 就下一個 銀五虛的就是毛 那如果四有醜的呢 就是五嘛 再來一個派瑪味的呢 紫 紫嘛 你看就很簡單你要背起來 那背起來要如何來操作呢 因為他是金對不對 他這是木 這是火 這是紫 所以你要用花瓶齁 插一兩朵 兩朵好了 兩朵的最好是黃色的花瓶 黑色的花瓶 綠色的花瓶 然後插幾朵 四九 四朵九朵 三朵八朵 二七一六 插在上面 如果說放兩個禮拜 可能枯萎了 你再放心了 因為你為了要求桃花 所以你要半年一直吹 那放在什麼位 桃花位 然後用他金 我們用他的土來生金 就是這樣 或者你去買洋娃娃 買洋娃娃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他後面寫他們這兩個 我心愛的對象 寫他的出生年日 他就放在哪裡 一樣就是放在 這個房間的這個位置 但是想要靈魂的 不要再搞這個玩意 因為他就 因為這個就是要吹桃花 有一種是轉印金牌 也是可以取代這個 你看 我再教八字說 為什麼這個喜用神 一下子就可以看得懂 因為以前老師就是 喔 你是水 這裡有水 然後大概一個圈 然後看有沒有還有水嗎 鼻水 這裡是變成 再加一點 然後這個也是圈 他就是用兩個圈 來代替說 他是深強要深弱 那真的很難判斷 那我們就開發了一套 我跟一個老師 張老師學的 他就給我一個概念說 這是天干 這是地支 那地支裡面有長三個干 三個干 兩個干 三個干 那長干重不重要 很多老師都說不重要 他在論的時候就只論八個字 他所生出來的孩子 這些長干都不重要 這樣說五過去 所以他們也要算功德一件 所以我們就設定 魁為五分 天干都是五分 這個八分 這是十六分 因為月令佔最重要 這個都是八分 八分再化分為成為 這個叫做五二一 五分二分一分 五二一 這十六分就是十四二 這個是兩個字就是變五三 這三就是五二一 你看把每一個字 通通賦予重任 你的釘 釘是四分 我們釘這裡就是 活在這裡就是四 然後這裡全部弄一弄就會產生 像這個命函 十二分、七分、二十五 好 很簡單 八字剖析 這個代表 間接線代表我跟我所有的朋友 對不對 這個是代表協助他的 就是代表貴人、父母親、長輩 這個是不是瀉 就是我生出來的瀉 我生什麼事 那叫做瀉我的能量 這個是不是我克為財 我要去賺錢是不是要付出 又剝奪掉我的權力 我的能量 然後我想要出人頭地 然後碰到這個土克水 很多人阻礙 我想升官發財 但是他是我的同事 我慢進來他三年 為什麼我要升官 他一定會打擊我 所以你看 這個叫做謝克薩 你看好可憐 我跟幫助我的人 要來抵擋謝克薩 所以我們一個人平均分數是六十分來講 如果是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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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是不是很平均 不是經理題 問題是 這兩個加起來 如果他超過三十分或大於三十分 加起來是不是十九而已 十九 減掉十九是等於多少 四十一 那這個人 就是心身弱 因為這兩個持久混 怎麼可以抵擋或謝克薩很難 所以一下子判斷你看 我只要你們會換算這個分數弄上來 真的洗用程不用交半年 十分鐘你們一定搞定 那你只要懂這個五行的一個相生相克 這個人很顯然的 他缺什麼 他的洗用程是金跟水喔 但是八字裡面叫做通關非常的重要 調後也很重要 那通關就代表你看這個是不是零 都沒有半個煮氣嘛 只有兩分 十二加輪的水要經過兩加輪的管子 是不是要消耗很久 所以我們非得把兩公分 兩分的水管弄大一點 讓他能夠通嘛 所以這個也代表智慧才華 這個人非常有頭腦 但是想要刻他的事業 木刻土他這事業那麼龐大 有沒有辦法被他來刻 很難對不對 所以顯然的 我們他的事業想像力那麼大 但是不把他卸掉一點 因為他只有十九分 所以他想要成就他真正的事業 如果想太多 自己本身能量才十九分 沒有辦法把這個打敗 所以非得增加這個跟這個的力量 所以他顯然他的洗用程度是金跟水 所以他需要多穿黑色藍色的衣服 或者是白色的或者是銀色方面的 加強把他搞到三十分的 他是不是會被卸掉 否則二十五家人想要卸都只有七家輪的管子 根本卸不了 所以這個人就變成要加強金跟水 然後稍微補一點木就變成通寬了 每個都很平均了 這個就是八字的原理 那他看代表是什麼 金代表了五行 金是四四四四 是不是正印 那正印代表 代表什麼 長輩啊 所以他要多接近長輩啊 年紀比他大一點的啊 那正印也代表頭腦考試嘛 說說文昌之類的 名氣方面的啦 他可以去找一些 叫做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 來當學習的對象 是不是對他都加恩 那筆節雖然有節 但是因為有很多派系說有節財不好 有三官不好 有七殺不好 但是深入的人需要筆節喔 筆節也代表是他的貴人喔 所以筆節他需要的 所以他這個八字就要加強金跟水 然後弄一點通關 因為三官代表智慧才法十神代表 一樣是能力嘛 那沒有三官就代表想 是在想啦 但是付諸的行動力不足 那如果三官太多的人喔 就是想像力特別衝動 想到就會去做 所以為什麼女孩子三官客官 這個是丈夫嘛 三官太強就是想像力太通負了 他先生沒有發生任何事 他就想說他一定會在外面告你了 你看所以三官客官為後擺到 就是三官過強的人叫做客夫啦 就是對先生不利嘛 因為想太多了 根本他沒有到達那個境界 他就已經想到那個境界了 所以八字我們就只劃分 切個過來這兩個一組 這兩個人的力量沒有辦法抵擋 這個就叫做深入 如果這兩個加起來四十分 這三個才二十分當然是深強 深強就不需要在這兩個五行 就變成需要這三個五行 是不是有喔 那害馬位的呢 死 死 那隱鵡虛的嗎 死有醜的 五 這個桃花位就是可以應用在陽仔的桃花位 或者直接寫這個字都可以 比如說我是隱鵡虛的 那我的桃花位就是毛對不對 我寫一個毛帶在身上 這也算喔 所以這個叫做文字的力量 那你如果說我怎麼那麼倒楣 每天都唸那真的你就會很倒楣 真的